大家好,这里是梦想文学,喜欢我的故事,请点赞并关注我,每天都有好故事讲给你听。 清朝康熙年间,在无锡众多紫砂湖大师中,紫云峰是个另类。 紫云峰做的紫砂湖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个系列,湖体上分别刻着蓝、荷、菊、梅四种花卉,取春蓝、夏和、秋菊、冬梅之意。 这四个系列紫砂湖,不但外观不同,漆出来的茶水味道也不同,春蓝湖漆出来的茶水有一股兰花的清香,夏和湖漆出来的茶水则充满了荷花的芬芳。 同样,用秋菊湖漆茶,在品名的同时,还能闻到菊花的幽香,用冬梅湖漆茶,则仿佛置深梅花丛中,空气中都洋溢着淡雅的梅花香气。 紫云峰制壶的方法也没有特别的地方,只不过在泥料中分别加入了兰花、荷花、菊花、梅花的枝叶。 制作紫砂湖的泥料具有很强的吸附性,所以烧制出来的成品壶,漆茶的时候或多或少就能散发出香气。 当时其他一些智湖名家都把紫云峰的这种做法是做雕虫小技,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 名家们的智湖原则是,让喝茶的人真正品尝到茶叶的味道,你在茶壶里掺和那些俗气的花香,就有点不伦不类了。 尽管同行们对紫云峰的做法不屑一顾,可是紫云峰本人却乐此不疲,他深信总有一天,他制作的紫砂湖一定能出人头地。 还别说,紫云峰的机会还真来了。 一次,康熙南巡路过无锡,到当地一个官员家,这位官员拿出了阳县供茶。 康熙喝茶不用紫砂湖,而是一把新疆和田阳之白玉雕刻的玉壶。 这把茶壶康熙无论走到哪儿,都有随行的太监时刻带在身边。 那天,随行太监竟然忘带了。 这搞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。 随行太监是个机灵鬼,眼珠一转说,皇上,奴才今天斗胆没带万岁爷专用的玉壶,是想让您见识一件民间喝茶专用的宝贝。 康熙住在宫里,对民间的东西一点也不熟悉,一听到民间宝贝几个字,立刻眼睛一亮说,哦,什么民间宝贝,拿出来让朕见识见识。 随行太监瞪着那个官员说,怎么着,还不赶快把宝贝拿出来,让万岁爷享用,是不是舍不得呀? 随行太监的话,说得那位官员一头雾水,虽然他拥有一套紫云丰亲手制作的紫砂壶,可那充其量只是一套普通茶具,也算不得什么宝贝啊。 皇宫里有的是奇珍异宝,拿这种小玩意儿糊弄万岁,搞不好就是欺君之罪啊。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,康熙早就不耐烦了,眼睛一瞪说,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难道还有什么宝贝连阵都不能享用吗? 康熙一句话,吓得这位官员差一点儿尿了裤子,他连忙命家人把那套紫砂壶拿出来。 这位官员一面让丫鬟切了似乎味道各异的茶水,一面诚惶诚恐地说,雕虫小记,不知是否和万岁爷的口味,为陈豆丹请万岁品尝。 一来,康熙有些渴了,二来紫云丰这套紫砂壶的确不一般。 再说,用紫砂壶漆出来的茶水,自然跟用玉壶漆出来的茶水味道不一样。 当依次品尝完四种不同味道的茶水后,康熙顿时觉得口感清爽,脱口而出,说,神壶,真乃神壶也。 康熙的话音未落,突然,紫云丰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,他一下子跪在地上连磕三个响头说,谢主隆恩。 紫云丰的举动,把康熙搞得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他粘着八字壶不解地问道,你是什么人?为何跪地谢恩? 紫云丰回答说,草民紫云丰,今天有幸听到万岁爷夸奖草民制作的紫砂壶,一时高兴,就忘了规矩,请万岁爷恕罪。 原来,这一切都是紫云丰精心策划的。紫云丰听说,康熙要到那个官员家,就事先混进这个官员家。 紫云丰偷偷给了随行太监一笔银子,于是,这位一向尽职尽责的老太监,这次就忘了带万岁专用的玉壶了。 紫云丰的目的就是要康熙用一次他制作的茶壶,如果康熙能当场说出几句赞赏的话,那他紫家就有出头之日了。 康熙果然中了紫云丰的圈套,紫云丰立刻抓住时机,跪拜谢恩。 皇帝是九五之尊,说出的话是金口欲言,既然康熙亲口说出紫云丰制作的紫砂壶是神壶,谁还敢说个不字? 此时此刻,康熙还不知道他已经钻进了紫云丰设置的圈套,他一挥手说,起来吧,起来吧。 谁知,紫云丰得寸进尺,他跪在地上说,草民斗胆,请皇上御书神狐二子。 草民一定把皇上的墨宝装表起来,世世代代供奉,也好让紫家后代子孙永远牢记圣上的恩典。 紫云丰巧舌如皇,说得康熙心里美滋滋的,皇帝就立刻让那位官员拿来文房四宝,大笔一挥,写下了神狐二子。 这一下,紫云丰制作的紫砂壶立刻身价倍增,几天的时间,紫家作坊四季系列的紫砂壶就销售一空。 就在紫云丰高高兴兴数银子的时候,康熙又传来圣旨,要紫云丰制作一套篮,和、橘、梅系列紫砂壶,他要带回宫里七茶用。 这一下,可把紫云丰乐坏了,他制作的紫砂壶成了御用品。 身价又能上一个档次,今后那银子还不流水式地往家里流啊。 紫云丰越想越高兴,他立刻挑选出最好的泥料,用家中珍藏的蓝、盒、橘、梅四种花的枝叶,制作出上好的毛坯。 紫云丰拿出了看家的本领,精心制作出四把紫砂壶。 紫砂壶在烧之前必须先亮晒干,然后才能放进炉子里烧。 紫云丰唯恐出纰漏,他把四把紫砂壶摆在院子里,寸步不离地盯着毛坯慢慢地亮干。 连日来高度兴奋,再加上紫云丰已是年过半百,在暖洋洋的阳光下,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 梦中,紫云丰好像听到小孙子咯咯的笑声,他心里猛然一震,立刻就醒了。 紫云丰的这个小孙子调皮得很,经常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。 紫云丰睁眼一看,小孙子正在摆弄那四把尚未晾干的紫砂壶呢? 紫云丰唯恐这个调皮蛋弄坏了皇上的紫砂壶,立刻假装生气地瞪着眼珠子说,一边玩去,小心我打你的屁股。 小孙子乖乖地冲爷爷做了个鬼脸,然后咯咯笑着跑开了。 紫云丰见四把尼壶玩好无损,这才常常松了一口气。 毛皮晾干后,紫云丰又亲自在摇前监督摇宫烧火,一套精美无比的四季系列紫砂壶终于出炉了。 为了检验这套贡品的质量,紫云丰漆了四壶当地著名的杨县贡茶,亲口品尝茶水的味道。 谁知,他刚品尝了兰字壶,顿时就下出一头冷汗。 这把壶漆出的茶水,除了有淡淡的兰花香气以外,还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怪味道。 紫云丰立刻又一次品尝了盒,菊,没三把壶里的茶水,这一场, 更把这位智壶大师吓得魂飞天外,差一点没昏死过去。 这三把壶里的茶水,也都有一股怪味道,这是怎么回事呢? 紫云丰仔细回忆了智壶的各个环节,还是没找出原因。 就在这时,随行太监亲自上门取壶来了。 紫云丰战战兢兢地对太监说, 请公公再宽限几日,草民这次烧制的四把壶还不是最好的, 我一定重新做四把壶。 一听这话,太监立刻把脸拉得很长,说,你当你是谁啊? 连皇上的圣旨都敢违抗。 皇上今天就要回京,你再烧制四把,还来得及吗? 你什么也别说了,我就把这四把壶带回去,向万岁爷交差了。 这个专横跋扈的太监不由分说,拿上那四把紫砂壶,要武扬威地离开了紫云丰家。 太监刚走,紫云丰就吓傻了, 康熙要是用这四把壶欺查,自己必然招来杀身之祸。 三十六计,走为上计,还是赶紧带着家眷逃走吧。 当天晚上,紫云丰就带着一家老小悄悄离开了无锡。 从此,谁也不知道这位智乎大师究竟去了什么地方。 再说,康熙回到京城后,立刻命太监用那四把紫砂壶欺查。 奇怪的是,这位皇帝老儿竟然非常喜欢茶水中那股淡淡的怪味。 康熙觉得这种紫砂壶果然是不可多得的宝贝, 他一高兴就派钦差大臣再去无锡,要紫云丰照这样,再烧制石套, 他要赏给几个最宠爱的臣子。 钦差大臣奉旨再次来到无锡,因为找不到紫云丰,只好找别的智乎大师。 可是,这些智乎大师都不知道紫云丰的秘方, 做出的紫砂壶欺查自然也就没有那种淡淡的怪味,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 只有一位姓岩的智乎大师不甘心,他用各种不同的配方调制泥料, 并用不同的火候改变烧制的炉温。 岩大师用了十几年的时间,人都走火入魔了, 也没破解紫云丰那套神壶的秘方。 一天,正当岩大师在他的作坊里一边喝茶一边仍在苦思苦想, 如何才能破解紫云丰的秘方时,一个疯疯癫癫的年轻乞丐突然闯了进来。 这个乞丐也许是太渴了,一把抓起紫砂壶,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了大半壶。 岩大师生气地怒斥道,你,你这个臭药饭的,也配用紫砂壶喝水。 这个乞丐竟然拍着胸脯说,紫砂壶有什么了不起的? 老子就是神壶大师紫云丰的孙子,什么样的紫砂壶没用过?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,得来全部费功夫。 岩大师立刻好酒好肉款待紫云丰的孙子, 目的是从他嘴里套出他爷爷的独门绝技。 谁知。 紫云丰的孙子却眼含热泪说,爱都怪我年幼不懂事, 当年我爷爷给皇上做紫砂壶时,四把尚未晾干的壶坯都被我洒了尿, 结果那四把壶漆出的茶水都有一股怪味。 我爷爷害怕皇上怪罪下来,就连夜带着家人逃离了无息。 爷爷怕被人认出来,从那之后,就改行做了尼瓦匠, 结果穷困潦倒,死在了一乡。 紫云丰的孙子,因为多少日子没吃一顿饱饭了, 饱餐一顿大鱼大肉后,走出无息没多远,就倒地死去了。 他是被活活撑死的。 严大师做梦也没想到,他用尽毕生经历苦苦破解的秘方, 竟然就是一泡童子尿。 大师不禁仰天大笑, 哈哈,世上竟有这等荒唐的事。 大师狂笑不止,突然一口气没上来,竟然活活笑死了。 紫云丰的智乎秘方也就永远失传了。 紫云丰的智乳丰的智乳丰。